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 你还可以这样搭车 这样搭车 这样搭车 和这样搭车 只不过前几种主要靠刷脸 后一种主要靠刷 卡 搭顺风车好处很多 有家组织计算过 推广顺风车可以让上路行驶的车辆减少十分之一 以北京为例 每天可以减少大约五十万辆车上路 把这些车首尾相连能一路从北京排到广州 万一每辆车中间停不好留了一点点距离 前面的车就要被挤进南海了 等等 这个视频不是公益宣传网约顺风车的 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 拼车这事儿大家最关心的 安全和风险 搭顺风车的方法不少 一种是招手急停上车就走的顺风车 因为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 极大的随机性也会导致极大的安全隐患 搞不好就上新闻了 还有一种是搭熟人车 认识就没问题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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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出了事故 责任划分不明确 搞不好熟人变仇人 哥们儿 你买车上人员责任想的吗 没来我可不做啊 好心让你搭车 怎么这么多废话呢 别生气 如果没买保险 出了事儿车主可能一百万都不够赔 这是为了你好我也好啊 还有现在流行的网约顺风车 有车主信息还能打分 看起来很美 可是看看这条新闻 2015年 深圳全市网约车控发生交通违章75.6万起 上报交通事故共3653起 万一出了安全问题 你给它打个负一万分又有啥用 更何况 网约顺风车保的是普通车险 运营过程中出了问题 赔不赔怎么赔都是问题 那么到底怎么搭车才能降低风险呢 尽量不拦陌生人的车 尽量不与多人拼车 别和司机老家常透露个人信息 与朋友保持联系 通知他们车牌号行驶路线 当然要彻底解决搭或者不搭的问题 还是要靠完善的法律法规 德国对拼车的保险法规相当完善 车主的损失由保险公司承担 乘客的损失根据责任划分来赔偿 其余由乘客自身的社会保险承担 美国的网约车司机要经过FBI数据库审查 印度要求网约车上有报警按钮 咱们国家也在7月份出台了相关法律 当然不论收钱不收钱 愿意让你搭车就是帮你忙 要是总是紧张兮兮搞得跟防贼似的 干脆就别搭车 想第一时间看到这么多有趣的视频 就快点击订阅按钮 订阅视之官方频道 想解锁更多知识 扫描二维码或者打开微信搜索视之 更多新鲜有趣的内容等你来拿 视之 知识看得见